这朋友问的比较有意思啊 广汽本田旗下有哪些ISV值得推荐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因为广汽本田旗下在不同级别都有相应的ISV车型 所以你也谈不上哪个值得推荐 因为价格不一样对吧 那咱分开聊啊 可以说哪个车型哪个版本值得推荐 先说预算在10到15万这个价格当中 可以看看宾治 广汽本田宾治 这个车你买1.5x7就完了 不用买1.5T 因为太贵了 不值得 1.5x7买最新增加的两个配置啊 那个叫精英致响版 13.58万元 相比13.38万元那个版本啊 多了倒车影像 全景天窗 8英寸屏幕 所以说这2000块钱换这个配置值 这个版本就OK了 再往高了没必要 如果到了紧凑型SUV呢 就是耗影了 耗影跟CRV是同平台同动力的啊 车带范围基本在15-6万 一直拉到24-5万 是这个价值区间 那这个版本 它分两个动力的 一个是燃油的 一个是混动的 如果你看上耗影的话 建议两区豪华版 19.68万元 这个版本开始会配备 L2的驾驶辅助 5L进入 5L启动 清损中控屏 所以买这个燃油版 我就建议买这个版本就OK了 两区 城市 够用了 其实你买四区啊 它也没有什么通过能力 所以买两区挺好 你要说买混动版的话 混动就建议买低配跟次低配 因为在混动版本上呢 像L2加上辅助呢 是标配了 建议版本的话 可以考虑锐精英版 和锐豪华版 买低配啊 就是我 为了是混动系统 至于配置要求不高 那你说我在买混动同时 我想配置再高一点的话 买到锐豪华版就OK了 不用再往上看了 那22.98的锐豪华版呢 配备像前后雷达 无线充电 主架电条座椅 轻松充控屏 且带CarPlay 所以我觉得 对配置要求高一点的话 买这个豪华版 如果说对配置要求不高的话 买那个精英版 当然买精英版呢 建议后期升级一下车机 就OK了 再往高了买啊 个儿更大一点的话 贯道 贯道它的价位呢 基本在22万到33万之间 因为这是一个中型ISV 尺寸更大 贯道的优势在于 就后排空间宽敞 绝对够宽敞 跟A6L有一拼了 不足呢 就是后备箱太小了 并且这个扩展性也不好 另外油耗也不低啊 这个贯道1.5T 220T 两个动力系统 1.5T 整体看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经常跑长处的话 可以考虑买尊响版 26.58万元 这是1.5T的高配 因为这个版本 是配备了这个 加车辅助系统的 如果说 对于加车辅助 没什么要求的话 你就可以看这个 致响版了25.58 省一万块钱 其他配置 整体版差不多 你像全景天窗 导致影像 什么无线充电 LED打灯 前面作业家 都快齐了 所以对于加车辅助 没有要求的人 买这个 致响版就OK 对于动力 有要求 买220T的 但是220T呢 我觉得买30万以上 太贵了 所以220T 我建议买两区版本 就是那个低配的 但我高了 其实没太大必要 因为油耗还高 后期费用比较贵 220T豪华版 27.98 这个版本 日常用的配置 基本都具备了 所以不用考虑说 咱们去增加太多的配置 你像倒车影像 定做巡航 并且还要像 全架软件 调节 前排电销座椅 和加热 80寸充电 带卡不累 所以220T 买低配 就挺划算 新能源部分 其实广汽本店 也有些选择 比如说像这个叫 吉派1 吉派1是什么车呢 就是这个 E冒号NP1 车面里带冒号 那个车型 17万多 到21万多 这是一个纯电SUV 总体来看的话 建议420公里版本的 近几百 18.9万元 再往高了 没必要 因为它的成本提升之后 你只增加了 90公里许号 意义不太大 另外就是 浩英有PHEV车型 浩英PHEV比较贵 卖到27到30了 我觉得这种车型 只针对那些限购城市 有可选余地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车就不太推荐了 行吧 这就是广汽本田旗下 SUV推荐 不知道有没有适合你的车型 不太推荐了 不太推荐了